每一年的农历新年 中国中央电视台除了会举办备受全球瞩目的春晚以外 也会有少儿春晚提供平台让儿童和青少年展现才艺 今年来自我国的首新艺术学院并演团成功取得入场券 代表我国到北京和全球的表演团体一较高下 争取登上少儿春晚的大舞台 首新艺术学院门下的变脸团 在刚落幕的大马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让点全国赛和国际赛中 个别夺下了金奖 这项成就也让一群6到17岁的变脸团成员 成功晋级代表大马参加北京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 开启了参加央视少儿春晚的机会 为了展现大马的多元种族和文化 表演团将为北京演出 在穿剧变脸的基础上设计了别具匠心的剧情和表演 从音乐到服装到只都融入了大马风格 向中国观众展现大马的本土特色 我们希望就是孩子们来去参与这个活动 不是为了奖项而去参与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他们一个可以代表马来西亚文化的一个精神 来去到国外去发扬给全世界的孩子们 知道马来西亚的一个精神是如何的 那也主要的话呢让我们孩子们可以学习到更多 虽然这次远赴北京的机会难得 但经费数额十分庞大 因此为了让成员们都有机会参与 首席艺术学院将在12月30号 在吉隆坡半山巴的好想吃宴会厅 职办北京之夜筹款晚宴 希望能为旗下的变脸团队筹获足够的资金 今年的话呢我们是有大概200多位 但是我们其余四个北京的新冠领事员的话呢 是大概在150多位左右 那其他的话呢我们是参与其他的电视台的一个路线 希望来说我们因为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的一个经费 的话呢就包括我们的一个机票啊 然后一些的时速的话呢 我们就要可能自己去处理的时候 那我们大概的整个的费用 是在二三十万左右 在这个活动里面 杨氏绍尔春晚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上市 每年都会邀请强大的巨星阵容 和各文化单位同台演出 不但如此 多家媒体平台也会合作播放 包括爱奇艺 优酷和北京卫视等等 欢迎回来 面联在川军艺术当中 是用来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 要来自我们首新艺术学院的面联团 将在明年一月份 代表我和参加中国北京央视 所举办的五多药商春晚节目 和各国的变连选手 讲到讲 之内心的是 我和参加当中 最小的一种特技 是我国的代表 男人在电台上 从未有得的和参加台 说两多人的本集成的 美举 全世界的一种特技 人物的一种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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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平日 在无关上 际分析 放下 此就要禁出 各种变强 不管是 记忆 爱 或是 忧伤 或是 神压 他们走之后把全球的灵魂之处的内心决策 发现的灵敌举止 上位在群里的朋友是首次技术学研期间的变点的反对 明明鉴于六到七分之间 他们在2018年把一样的文化艺术上演脱颖而出 获得机会在明年1月23号 代表我国出征位于明星的《我要上春晚》电视节目 和各国面廉大师一较高下 为了推广我国多元文化色彩 今月将重新编排纳入三大民族的传统乐器 从服装造取的新型设计中展现本土特色 希望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去 可以去弘扬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文化的精神 来去发扬给全世界的人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今年9月份 六岁的陈永介还被纳入马来西亚最小年纪变点师基础大学 我想要去中国北京 因为我想要站在中国北京的大舞台表演给更多人看 因为兴趣他们和变脸叠下不减之缘 如今得以登上春晚的舞台 多年的努力总算没百倍 就是看到他们就是很专心的去看这个变脸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就是人家有在专心看我们的表演 然后我们也会很开心 一开始我们就要学习那基本功 基本功就是我们在台上那些马步就要很扎实 走每步都要很稳 然后就是我们在变脸的时候 我们把脸谱变走的时候 这速度是要很快的 我要上春晚宴 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难得 但是碍于经费不足 手心艺术学院将在12月30号举办筹款晚宴 让春晚之路顺利进行 实现这班小孩的梦想 NTV7许文杰采访报道 好 下来快速上 我们要其他的国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